那麼呢 接著呢 又到了今天的 坦克戰盡的時間囉 然後啊 今天啊 小編啊 要介紹就是 特別一點的內容給大家 那之前啊 小編都在教大家怎麼殺敵人啊 瞄準敵人啊 今天 小編啊 要教大家就是 一些特別的小訣竅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先換一下我們出發前的準備 就是先來換一下鐵甲灰 那為什麼要換鐵甲灰呢 因為他裝甲加35% 那先來說一下今天的策略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外觀 如果沒什麼問題的話呢 就差不多要準備開戰囉 然後啊 就是 為什麼小編今天會說是偷吃布呢 你看喔 小編外觀是不是看起來很低調 然後而且我還特地去抓了裝甲的 呃 花色 那是為了呢 因為今天呢 要教一些就是比較不會 射不準的人 或者是常常搶不到敵人的人 但他也要充排洋房的話 那怎麼辦呢 所以啊 我們今天要來吃積分囉 所以皮一定要夠厚啊 才不會被馬上打死嘛 等一下我們就來馬上試看看要怎麼樣 就是用吃積分的方式來得高分喔 好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就開戰囉 來找一下 就是今天其實也不用急著找敵人 因為今天我們的策略呢 就是要偷偷地偷吃積分 所以我們皮要夠厚 然後要急著躲得好 要低調一點 不然太花俏換很快就會被發現囉 當然啦 雖然我們是要吃積分 但是如果就是看到敵人來 當然還是得躲啦 然後也要攻擊他 也不可以傻傻地站在那邊讓他打嘛 不是嗎 好 哎呀 怎麼都是金幣 真的想要吃金幣的 真的想要吃坦克幣的時候沒有坦克幣 真的想吃積分的時候又沒有積分 真是太可惡啦 沒關係 我不要浪費我的多寶磁鐵 可惡 啊 沒血量了 竟然沒有注意到 就這樣一物往前衝 好 沒關係 看起來剛才太大意了 哼 顧著說話 都沒有發現敵人一直往前過來 都沒有血量了 OK 再來 怎麼都沒有現存的積分可以來吃呢 小兵來瞧瞧喔 哎呀 看起來這邊大混戰啦 救命救命 哎呀 竟然被打死了 幹嘛 我自己有積分我好想吃喔 這樣會被別人吃走真的太可惡啦 不過目前現在我們是139分比128分 好 現在是227分比151分 怎麼樣靠吃積分來得分 看起來有一點困難 因為有時候也是要看運氣的 因為畢竟就是 就算有人被打死 你要看他出現的是坦克幣 哎 這邊有了 太好了 現在應該沒有人跟我搶 我要把他輸掉囉 耶 得10分囉 然後為什麼今天要交大家 大家就是靠吃積分得分的方式 就是因為 就是有很多人他們其實 就是我們不是都有比賽嗎 那也很多人其實會希望可以打上 就是白青排行榜啊 或者是就是衝上 就是自己 就是想要衝上前三名的排行榜 但是有時候能打敵人又有限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可以靠吃積分的方式 就可以獲得囉 那 就是 但是 當你 吃積分 再加上你打人的分數呢 其實呢 就可以累積得非常的快囉 好 我們再繼續 喔 前面有個積分 啊啊啊啊 來不及過去就被打死了 真是太可惡啦 好 前面 看起來 從邊邊這樣過去應該會稍微安全一點點 看起來還是不可以太偷懶 就是完全不攻擊敵人 就只靠吃而已 這樣 唉唷 走開啦 你不要跟著我 都是你啦 不行 那你解決 唉唷 你怎麼可以吃掉我的積分 太可惡了 好啦 我不跟你講 吃我自己的總可以了吧 再來前面還有一個 要吃 喔耶 又吃到十分囉 現在目前還有一分多中 啊 不要跟我搶 太好了 你看 誰叫你要跟我搶 所以你身上的積分也是我的囉 看起來運氣不錯 不過剛才忘記就是 呃 徽章貼紙的部分 其實也是可以一起換成裝甲類的 這樣子其實會增加更多 唉唷 被打死了 這樣會增加更多的裝甲 那其實你在 偷偷吃積分的過程當中 就比較不容易被打死喔 然後趁現在撕下無人的時候 再來偷吃一個 然後他記得啊 就是如果想要用吃積分的方式 來得高分的人 記得他進來之前要去 裝滿你的奪寶 奪寶磁鐵喔 那奪寶磁鐵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就是我們寫條旁邊不是有個 下面是19個磁鐵 那這奪寶磁鐵 每吃掉一個坦克兵 或吃掉一個積分都會減1喔 所以大家記得 就是進來之前 要讓他維持30個 這樣子才可以吃到比較多的積分喔 嘿 嘿 好了 現在目前分數已經拉得比較遠一點點 已經574分比397分喔 哎呀 又被打死了 可惡 沒關係 不過看起來 小編這次又第一名啦 然後雖然是擊殺12個人呢 死了5次 但是積分跟第二名是差滿多的 那主要是因為吃了很多的 積分的關係 所以大家 就是小編把這個方式呢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讓大家可以有一些 其他的選擇的策略喔 好 那希望今天分享的這些小秘訣啊 大家會喜歡也能受用喔 那要讓小編再繼續提醒一下 就是 坦克戰盡呢 跟彈珠射手呢 都是小編很喜歡的兩款遊戲 那小編當然也非常喜歡 即刻槍戰 所以小編常常就是在這三款遊戲裡面 都會幫忙巴文分享 那所以請大家不要以為我是冒牌的小編 就很生氣的去罵他們喔 這樣小編會很傷心會哭哭喔 那小編自己也很喜歡打電動 所以只要有好玩的遊戲 就會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小編一樣 玩到好玩的遊戲喔 那麼節目呢 就即將接近回生囉 不知道今天大家對節目滿不滿意呢 如果有任何意見跟想法 小編也歡迎大家留言或傳訊給我喔 那就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極克拉布秀 那祝每位粉絲都有個美好的午後時光 那我們就下周三再見囉 掰掰